嗨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 今天這一集就要跟大家介紹 北海道道名呢 在進入冬天的時候呢 要做哪些準備喔 那首先汽車就要換雪胎 那不只戶外的這個水管的水要漏光 連室內的如果你要出差比較長的時間 建議也把這個室內的水管 水漏光 那怎麼做呢 那我把止水閥關掉 那基本上因為我已經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裡面的水量非常的少 嗨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 那現在已經是11月底了 那北海道已經進入冬天了 那其實今天早上雜黃是有下那麼一點點雪 那我在今天這一集就要跟大家介紹 北海道道名呢 在進入冬天的時候呢 要做哪些準備喔 來啦首先就是汽車最重要的 那首先汽車就要換雪胎 那這個汽車的雪胎呢 基本上我們都已經換好了 那其實很多這個粉絲問我啦 北海道開車是不是要上雪鏈呢 基本上呢 很少在上雪鏈 除非你是這種大貨車 或者是這種巴士啊 那基本上 轎車呢 都是上雪胎 所以北海道的汽車呢 家家戶戶 每一台汽車都有8個輪胎喔 這台車是我最近新買的 那之前這台車在東京啦 在千代區 所以他沒有雪胎 所以我又在冬天之前啊 又另外買了4個雪胎 那總計花了16萬日幣喔 那如果你是本來就有 這個雪胎的道名呢 那這個換雪胎啊 大約是2500塊日幣 那如果你早點預約呢 那有的這些這個修車廠啊 加油站都會提供一個 比較優惠的一個價錢 大約就是1900塊日幣左右 那另外呢 汽車呢 還要換這個 冬天的雨刷 那雨刷我已經換下來 這個是夏天的 這個北海道啊 冬天真的很麻煩啊 很多東西都還有兩套 還有呢 這個除雪的汽車啊 因為下了這個大雪啊 雨或這個擋風玻璃啊 靜子啊 甚至汽車的屋頂 都會堆滿雪 所以要買這個 把這個雪清掉 才能再繼續開車啊 然後最後一個呢 汽車就是要買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雨刷的防凍液 因為在北海道冬天啊 大部分的時間啊 都是零下 非常的冷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雨香的水啊 沒有換這種特別的 就會結冰 所以你要刷雨刷的水啊 可能要等你開車開了半小時之後啊 水才噴得出來 所以呢 在冬天的時候就要換這個 零下30度C 都不會結冰這個雨刷劑喔 那我們就實地換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台車 我已經買了兩個月了 是Toyota的這個 Arufa Hybrid 那我買的是中古車啦 買了這台車之後 還沒有跟大家拍影片介紹 有機會拍一支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有你家 有你家 水啊 加啦 外行外行 因為在北海道裡在開車啊 常常用到這個雨刷 舉辦的擋風玻璃 就是把一些血壓雜物清掉 以我的經驗差不多 半個月左右就要刷一瓶 因為我非常常在用這個雨刷去清這個玻璃啊 OK 那這一個 整個這個汽車啦 這個冬天的準備就完畢囉 然後另外一點 就是很多粉絲問我的 就是問我 北海道的冬天啊 這個水管的水 要不要漏掉啊 不漏掉水管是會爆掉呢 那我直接給大家一個答案喔 你水不漏掉 水管真的會有時候 這個裡面的水結冰膨脹 真的有時候會把水管弄壞掉 所以呢在進入冬天之前呢 一定要把這些水管的水漏光 那不只戶外的這個水管的水要漏光 連室內的如果你要出差 也比較長的時間喔 那建議呢 也把這個室內的水管啊 水漏光 那如果你冬天來北海道呢 那比如說一些戶外設施啊 這個比如說公園裡面的廁所 基本上都會封閉水 也會全部漏光 那我現在實地的來示範一次喔 這個是我家的這個室外的水管 那現在這個是止水閥 基本上現在止水閥是灌掉的 打開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打開了 那現在有水喔 那怎麼做呢 那我把止水閥關掉 然後再把裡面的這個水喔 剩下的水漏光 那基本上因為我已經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裡面的水量非常的少 OK啦 這樣代表水管裡面的水已經很少了 然後呢 如果你這個戶外有裝這個冷氣機啊 你只能記得啊 套上這一個塑膠泡嘛 但這個塑膠套已經壞掉了 所以我要再去買個新的 適應圖就是這樣子啦 怎麼破得很慘 呵呵呵呵呵呵 算不出套子 對啦 在北海道如果你有個戶外機喔 所以記得也要買一個套子喔 把它套起來 對啦 以免這個積雪啊 把這個戶外機弄壞啊 看有了這個動片啊 再準備這裡 呵呵呵呵 整個都破掉了啦 呀 影片拍到封掉了 好了 等一下去買個新的喔 記得喔 套子要套住喔 有套還是比較安全喔 不要偷講黃色笑話 然後最後一個戶外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要請這一個 燈油的公司啊 把你家這個燈油加滿 這個是我家的燈油 它的容量是485公升 那這個呢 如果在我家這個 壁爐啊 暖氣全開 有熱水氣全開 陸上農賓的攝氏全開啊 這一桶啊 一個月我就用掉 差不多一月會花掉 3萬到4萬日幣喔 其實還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那我等一下進去室內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有一些大公司 對於冬天這些員工喔 其實有一些燈油的補助喔 那我進去室內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另外一點呢 就是戶外的樹啊 會套進這一個 一個 那是一個網子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防止這些雪啊 把這些樹木壓壞啊 那這個是我鄰居的啦 基本上我家那個樹木壓壞就算了 哇謝謝啊 謝謝我鄰居提供這個道具讓我拍啊 那我們就進去室內囉 然後來到室內呢 首先就介紹這一個 在窗戶喔 在底部 北海道人就會放一個吸水條呢 那為什麼要裝這個 因為北海道這個室內室外溫差很大 所以在這個玻璃上面就會凝結出很多的水滴啊 然後這個水滴啊 就會開始往下流啊 所以這個上面就有一些吸水條 把這些水分吸收掉 所以我們家的每一個窗戶 下面都有這一個吸水條 然後另外一個介紹就是 這一個是我家的暖爐喔 那我們基本上冬天都會用這一個 全市的暖爐 那這個就是在 冬天初期還沒有冷的狀態下 我們會使用這一個暖爐 然後省一些沒有費 那我們就示範一下 怎麼打開這個沒有燈喔 它這個旋鈕 打開 然後它的沒有就會洩漏出來 現在我沒有是點在最大的狀態下 然後等到這一個 裡面這個東西要燒到是全紅色的時候 才可以調整這個旋鈕喔 調整它的出油量 那剛開始的時候 會呈現一個藍色的狀態 然後其實開這個啊 在我家客廳啊 你知道說開一個 十分鐘左右 整個客廳就非常的溫暖 然後怎麼關掉呢 很簡單 就這一顆鈕 就關掉了 然後這個是加沒有的喔 這裡 那我就不吃飯 怎麼加沒有啦 另外呢 剛剛在屋外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北海道的某些公司 在冬天的時候 會有一個這個 沒有的補助喔 就以我老婆的公司為例子 他在這個快要冬天的時候呢 會不會一筆錢 那給我老婆大約是 9萬塊日幣左右 但這個費用呢 就是看你家的人口數多少啦 你有沒有小孩 有沒有結婚喔 這個金額 都會有不等的一個調整喔 那以我們的例子 我老婆是拿到 9萬塊日幣 但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有喔 像那個 俊佑曾經待過這個 這個黑青企業 他就沒有這樣的補助喔 後面的那個俊佑 臉上三條線啦 他很怕這個 多嘎啦 這個影片啊 被他前老闆看到 不用怕 俊佑不用怕 真的不用 真的不用 然後呢 我老婆的公司給了9萬塊日幣啊 我只要不要開外面那個車道的龍雪設施 基本上可以應付我們整個冬天沒有的花費喔 所以是非常不錯的一個補助措施喔 然後呢 我等一下帶大家去一個叫做 Homemark的地方 就是類似台灣的特地武器 去介紹一下 北海道的冬天呢 稻民還要再準備哪些東西喔 等一下就開著我的車齁 就帶大家去那個地方看一下喔 我現在就在這一個齁 BCM啊 那就是類似台灣那種特立屋 那我們就來參觀一下 北海道道明在冬天的時候呢 要準備哪些道具齁 那就跟著我一起走吧 GO 在外面啊 冬天啊 就開始除雪啦 那這邊賣很多除雪的一些用品 然後這個叫做Snowdump 那怎麼用呢 就是在下很大的雪量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去推雪 然後把這個雪呢 推到一個空地去喔 然後就越疊越高這樣子 這個我來倡用的非常好用 這個是北海道冬天必買的工具喔 還有這一個 這個我就沒有買 但是我介紹一下 那有一些屋頂是斜的啊 或者是在屋頂的屋簷的時候 雪有露出來 那就要買這種 桿子 把這個屋頂的雪把它除下來喔 就比如說這是斜斜的 就要去除它的雪 不要讓它越疊越多 有時候齁 這些雪啊 砸到路人 在日本是要賠錢的 而且呢 每年的冬天啊 都因為這些 屋簷上的雪 其實 都是都有砸死過人喔 所以 有的人 都會把它這個雪喔 除掉 然後啊 你在北海道冬天啊 如果你在過馬路的時候 常常會看到一個 箱子裡面就會放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防滑的這個沙喔 那它就是讓你免費使用 然後可以放在這個 結冰的這個冰面上面 增加你的摩擦力 就不會跌倒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這個化學藥劑 這一個 這個就可以防止上面的雪啊 就是變成冰面 這邊就寫喔 凍結防止 然後可以溶雪 那這些東西 其實在有的路旁邊都會放 然後你可以就是 隨意的使用 你看到這個路面上啊 有結冰就把這一個 龍冰劑放上去 10公斤這一包就要1000塊日幣 龍雪祭啊 雪國才獨有的產品啊 然後呢 在北海道的冬天呢 那有些影片啊 或者是一些樓梯 就會開始上這個 紙滑店喔 那你走路啊 就比較沒有那麼滑 其實在北海道的冬天啊 我偶爾會看到新聞啊 就是一些老人啊 走這個樓梯的時候啊 不小心滑倒 撞到頭 然後就過世的新聞 事實也私有所聞 所以都有一些像 房子滑倒的產品出來喔 非常的多 另外呢 提醒大家 如果在北海道買Ikenya 比較廉長的人啊 那我比較建議啊 你的房子在一樓的時候 盡量不要有樓梯 那基本上 就不用買這些裝置 像我買 沙皇就買了兩間房子 基本上它在一樓都是沒有樓梯的 因為我另外一間房子 是給我岳父岳母住 因為他們都60歲了 那所以我們就很注重這個安全喔 這是一個小小的建議啊 前面就賣這個殘血車喔 那我剛才看了一個價錢 一台是20多萬日幣喔 有了這一個啊 冬天就不用擔心了 然後後面這個喔 這個不是裝水的水桶喔 這個是裝煤油的 那在北海道呢 大部分取暖都會燒這個煤油 所以你要買這個桶子 然後去加油站 裝這個煤油喔 然後鏡頭轉過來 然後這邊就很多 殘血的裝備 有大有小啊 每一個樣式 基本上價格物都要買一樣 然後後面這個也是很新奇 就是雪地才有的喔 那因為積雪的關係啊 所以北海道也是不推娃娃車的 那小孩子要出門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會買這個來代替娃娃車喔 像這一個還有把手喔 那這個把手基本上還有煞車裝置 你只要拉起來它就會煞車 所以也比較安全一點啦 那我經典會買一個給Langry玩喔 然後另外一個風天啊 家家戶戶戶必備的就是這個加濕器喔 因為燒了這個燈油之後啊 空氣裡面的濕度都會降低 然後空氣都會非常乾燥 所以很多家庭就會在買這個加濕器喔 增加空氣的這個濕度 然後挑軟爐啊 這邊就會寫啊 這個軟爐的大小 可以用在集鐵的這個榻榻米 那像這邊就會寫 如果你是木造房 這邊就可以用6鐵的榻榻米 如果你是這種RC的水泥房啊 那就可以用8鐵的房間喔 從這邊就是到這個保暖性啊 就是這種RC的保暖性會比較好 那木造的這個縫隙可能比較多啦 所以呢它用的這個鐵樹就會比較少一點 然後在北海道呢 冬天家家戶一定要買這個暖爐喔 它這些暖爐都是吃這個沒有的 它樣式非常的多喔 它這種燒沒有的非常的溫暖喔 在架裡面都不會感到非常的這個冷喔 今天拍這支影片的目的就是讓大家了解一下 北海道道明如何迎接冬天的到來喔 這個冬天啊 大家來玩的時候啊 覺得這個下雪非常的浪漫沒錯 但是對北海道人來講喔 下雪真的是非常的不方便 那接下來呢 北海道也準備下雪了 我會拍更多這些下雪的影片 特別是滑雪的影片給大家看喔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滑雪的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BYE